提名蔡采真女士 朱富梅女士 陈总武先生 游博祥先生 四位为大法官 总府公布四位大法官人选 因为前总马英九提名任命的四位大法官 将会在今年9月任期届满 只不过仔细一看人选一片绿油油 朱富梅在法政界历练丰富 具有台大刑法博士学位 前任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 目前是监察院长城局所属的秘书长 只不过哈先生是检察总长 邢太昭 这样神前一体 势必引发在野极大反弹 另外还提名了最高法院审判长蔡采真 以及台大法律界教授陈中武 还有前促长会委员 太阳花学院的律师游博祥 政党议事形态鲜明 总统提名任权律师 人民厅视线权利呢 有顾到吗 看到了这个蔡英文所提出来的 四个大法官的名单 第一个 不意外 大家很难期待 他今天真的能够站在一个总统的高度 宪法的高度 来行使他的提名权 但是不意外的同时 还是非常非常的心灰意冷 对于整个中华民国 未来的司法体系 法律界 留下了非常重大致命的一击 为什么这样子讲 现在所有的大法官 第一个已经是全数由蔡英文提名 在历史上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在这个时刻 他必须因为拥有了绝对的权力 而要有绝对的自我克制 我刚刚讲 要站在宪法的高度 总统的高度 大法官是所有法律人 一生追求的最高的荣誉 最崇高的位置 他的角色跟功能 就是宪法的捍卫者 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唯一的信仰 我们唯一的效忠的对象 就是这一部宪法 而他们就是在所有的民主法治机制里头 最后一道神圣的防线 捍卫这一部宪法 哪一部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但是今天蔡英文 不出大家的意料 她完全用意识形态 用政治立场来提名 不仅是如此 甚至于是裙带关系 亲戚关系 夫妻关系 第一个 我刚刚讲 她不但完全背离了 中华民国总统应该有的高度 而且对于整个司法界 给予非常严重的打击 打击了什么 打击了法律人的专业形象 打击了法律人一生 为法律付出的专业的努力 也打击了法律人整体的士气 多少人一辈子 她在不管是实务界 或者是学术界 为法律的付出奉献 坚持 完全没有被当权者看到 当权者只要她的打手 只要她的亲信 所以就如同之前曾经爆发过的大的丑闻 所有的法律人变成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要做宪法的捍卫者 我们是出卖灵魂给魔鬼 当西场当东场 比较有出路 当西场当东场当打手 你可以在政治里头有无数可以仇佣的位置 只有一个位置 绝对绝对不能仇佣 从来没看过有人 民主国家的元首拿这种位置当仇佣 那就是我刚刚说的 宪法法庭的法官 大法官的位置 而今天 蔡英文再一次做了民主国家元首 做不出来的事情 她以为她是英皇 现在选的全部通通都是她的政治打手 论功行赏 整个把法律人的专业形象丢到垃圾桶里头 接下来我要质疑的是 那这些人政治这么正确 这些人意识形态挂帅 他们真的效忠中华民国宪法吗 他们真的会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吗 中华民国宪法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究竟是什么呢 这些反中大将 这些帮着太阳花 这些帮着民进党做促转会的委员 他们心目中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是什么 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效忠程度是什么 如果他不效忠中华民国宪法 他又如何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呢 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效忍 和那些帮助 对中华人民国宫的效忍 感谢观看